武汉肺炎、伊朗、意大利旅游疫情升至一级日韩边境管理研议中 武汉肺炎疫情未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伊朗、意大利旅游疫情提升至第一级注意 图为意大利北部小镇科多诺隆罩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下 街道死即一片法新社提供 中央社记者陈怡玄、陈伟霆台北二三日电武汉肺炎疫情未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伊朗、意大利旅游疫情提升至第一级注意 并建议医护人员暂缓前往编辑管中为1090223 中央社记者陈怡玄、陈伟霆台北二三日电武汉肺炎疫情未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 伊朗、意大利旅游疫情提升至第一级注意 WATCH日韩边境管理则研疫中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考量近期伊朗病例数快速增加 已有6例死亡 并已知输出病例至黎巴嫩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加拿大 意大利官方截至昨天已有52例俗称武汉肺炎的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COVID-19米兰所在的伦巴底大区确诊数快速上升 并发生医疗机构群聚 当局已宣布指定地区实施停班停课 暂停公众活动及公共运输服务等措施 由于国人至当地具感染风险 指挥中心宣布即日起提升该两国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至第一级注意 WATCH建议赴当地旅客需遵守当地的一般预防措施 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此外,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日本与韩国病例应该都还会增加 韩国这两天虽然新增大量病例 但是集中在特定区域 其他区域还是比较零星的个案 不过指挥中心提高警觉 日韩的提升旅游警示及边境管制都在演你中 编辑 陈清芳1090223